昨天報導就提到 有市民向我們投訴 只有醫療集團裡面的美刺中心 經營手法有問題 雖然這家美刺中心 說自己是性價比最高的 本地酷牙品牌 還有歐洲註冊牙醫 幫你免費做評估 不過進去光顧, 隨時會中伏 你們大家記住的東西 我們幫人酷牙, 幫人做牙鐵 我不是賣服務, 我們是行醫 所以我不在牙桌產廠 我只是賣牙擠的, 我賣矯齒服務 你記住, 我們只是看牙擠是否可以 但是牙醫是看牙擠是否可以 牙醫有牙醫診所 我有我做擠牙的, 賣引引牙擠 怎麼同一間公司 在今年二月尾的時候 陳小姐光顧了美刺中心 購買了合共六萬三千元的療程 誰知道離開了中心後 才被臨時加賣八千元 令陳小姐覺得她們的銷售手法 相當有問題 在二月尾的時候 因為她們不回覆我的訊息 所以我上了社交媒體 出了一個貼文 說出我這件事 說到這間公司 當時有很多苦主 類似的都叫我投資 大概十多二十個左右 李小姐是其中一位聯絡了陳小姐的人 她原本打算弄牙貼 所以來到這間美刺中心做諮詢 根據她的廣告顯示 就會有歐洲註冊牙醫幫你做口腔評估 一開始是看到一個狂瘦 她跟我說我想改善些甚麼 我就說我想白一點 牙和牙型比較漂亮 照了X-ray之後 她說我有一點點跌倒 她跟我說很正常的 很多人都有 問我打算怎樣 是不是弄 我就說是 我就做了 她又叫你簽一份退款同意書 她說如果你不做可以扣除X-ray費 洗牙費就可以退款 我當時聽的時候也簽了 就說我覺得我可以立刻退款 我覺得付錢也沒問題 那你付了多少錢? 五萬三千八 於是李小姐很放心地付療程的費用 誰知道原來她這個案件 會轉介給一名香港牙醫接受 而香港牙醫說的話 跟之前歐洲註冊牙醫做的評估 相當不同 牙醫是怎樣跟你說 所以你決定不做那個方法? 她跟我說我下面那一排牙 已經是自己崩了 如果我弄的話 都會很快崩 很容易懶 可能正常人用10年、8年、20年 但我可能用了兩年就要更換 就要再弄 所以使用期限會很短 當李小姐聽到自己的牙貼 只有正常人的十分之一壽命 就立刻決定不做 誰知道 我一開始跟她說 我不整理了 我要退款 接著她就說 不可以退款 接著她就打給我 跟我說 小姐不可以退款 第一天已經告訴你 你是有點懶惰的 你自己也知道了 所以給了錢 所以是不可以退款的 第一次跟我說深雅很多人有 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一個問題 是牙醫跟我說 我才知道原來是一個問題 其實如果我知道這個問題 我根本都不會付錢 對不對 對, 所以那個次序真的很重要 對, 他們不斷批評我 我已經聽過 我是聽過 但他們跟我說 很多人都有很多正常的 深深不憤的李小姐 就稱呼對方為黑店 還揚言會把問題告知給各大傳媒 而美智中心聽到之後 就先發祭人把事件放在網上 不過我想先說 很多人經常說 其他公司不像你這樣拿件事出來 或是會把客人拿出來 都是說一句 其他公司的員工在背後 在笑著你的客人 為甚麼我們沒有錯 而且是對等的 你也可以把我放在黑店群組 那我沒有理由 每次都是讓客人放在黑店群組 才把我的故事拿出來 然後就直接放在我上網公審 就罵我 即是用粗口罵我那些 哦, 直接放在網上嗎 對, 放在Facebook 放在他自己的專頁上 即是說我個人很有問題 說我XXX 根據李小姐所說 他們的歐洲註冊牙醫 和香港註冊牙醫所說的情況 並不一致 這種做法究竟有沒有問題呢 千萬不要讓歐洲註冊牙醫 這件事吸引到 因為這些其實只是一些 賣廣告的噱頭 評估那時候 一個歐洲的醫生 接著你去治療 那個時候找另一個醫生 病人權益是受不到保障的 因為歐洲的註冊牙醫 並不在香港註冊 並不受香港牙醫 管理或原理的管轄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歐洲的醫生可以這樣做 本地註冊醫生說不可以這樣做 病人權益就受不到保障了 因為如果有問題出現的時候 是一個人負責 為何美智中心要用歐洲註冊牙醫 進行免費評估來做宣傳呢 我們就打電話去瞭解一下 我也是在問你一件事 其實歐洲那邊也好 香港那邊也好 最後尾 是否有一個香港註冊牙醫 決定這件事做不做 如果是有一個香港註冊牙醫 去提供免費意見的話 那香港牙科委員會 是否會去動這個註冊牙醫 如果這樣的時候 這個牙醫把權 令到大眾是沒有辦法 可以免費得到一些牙醫的資訊 而去決定他做不做一件事 那歐洲註冊牙醫的作用是甚麼呢 請問 當然 以他認為 他去用這個軟件去做的時候 他做不做到 這個客人 因為所有的表紙都是一個軟件來的 歐洲註冊牙醫 只是去看如果用軟件的話 能否處理到這個個案 他覺得處理到的 都要香港牙醫再覆核 即是要兩個yes才行 是 我現在是令到一群香港牙醫 不要違反專業操守 如果 但是歐洲 但是歐洲的牙醫 是不受香港那邊監管的 那問題是甚麼 他只是提供免費意見 去到最後還有一個香港牙醫作准的時候 不如我問回你 犯了甚麼法 損害了甚麼市民 我可以這樣說 免費去提供一些意見 免費與不免費 或者收錢 不是最重要 因為法例說明 你為了逃離或者其他目的 其實都有可能是國安犯罪行的 那現在的問題考慮就是反而是提供意見 因為是提供意見 因為在法律上 視之為涉及了一些牙科醫學的專業的判斷 或者是診斷 所以這一種提供意見的模式 其實都是符合了行醫的定義的 總之它是直接 或者默示 它自己是用著牙醫的身份行醫的 在法律上 它就會視之為無牌行醫的 如果是簡易程序的 最高刑罰就會罰款10萬元 和入獄三年 如果供訴程序的 就會入獄五年監 這位就是我們 XX的總管理 XX 所以你從英國的醫療師 是 你還持有你的診斷嗎 是 你從哪裡得到你的診斷嗎 在歐洲 所以你不是紅色藥的醫療師嗎 沒有 你知道什麼是紅色藥的醫療師嗎 沒有 所以 黃綠醫生 所以他不是 OK 在香港 我們有很多其他公司 我們不會找一些隔著的app 你都不知道他在哪裡來的 牙醫給你意見 我始終很正式找一個拿外國牌 如果你是要跟我說 外國牌的人不夠香港牌的人 好 我不會答應 任何人士 其他的人士 包括中介 或者任何美設中心 他們是安排 或者支持 或者鼓勵 或者協助 或者教唆這些 無牌行醫 就是牙科行醫的模式 其實我們通通都可以用一個 叫做串謀 無牌醫 牙醫身份 行醫這個控罪 是檢控的 除了無牌行醫之外 你的美設中心 還採用了預叫式收費模式 要付錢才可以見牙醫 為何他們要這樣做呢 香港有很多模式 是付錢後才去見醫生 因為那件事是包裹的 如果你有一個香港牙醫學會的人 回答你 看牙醫 一定是看完牙醫後收錢的話 我想這件事好像有點迂腐了 是不是 絕對有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見過病人的口看狀況 我們絕對不會知道他需要做什麼治療 如果我們完全沒有經過檢查 而告訴他需要做什麼治療 而收什麼費用的話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存在的 譬如我們很常見病人進來 說我的牙齒注了 醫生幫我補他 但是一般來說 很多時候 牙齒注了是否一定可以補得到呢 可能是補不到的 如果補不到的話 收費可能需要做剝牙 或者需要根管治療 費用可能和補牙有分別 我們怎麼可能 未經過一個詳細的檢查之下 就告訴別人 你需要做什麼 多少錢 你一次過給他 其實這類的預繳式消費 陷阱處處 在過去的一年 消委會也收過不少市民的投訴 有時候 不少人買了服務之後 才發現原來不適合自己 退款手續又要搞一大輪 最後有時有機會 連錢都退不了 所以市民選擇購買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留意